電池放冰箱可以延長壽命嗎 Yes or No Yes or No 來 請舉牌 圈插牌 圈插牌 來 請舉牌 可以延長壽命嗎 對 延長壽 延長壽 妳覺得不行 為什麼 菁姐 低溫 沒聽過 不是妳手機上很冷的國家 手機都會當機 對 會冷當 為什麼覺得可以 因為以前我記得小時候 家裡遙控敲煤店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電池拿出來 搖一搖 然後放冰箱 然後再拿出來用 對啊 對啊 然後妳裝進去 又可以轉了 好 那我們問專家 專家 答案是 答案是 錯的 不行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蓋子 其實它就是妳會利用那個 電池放到冰箱有些低溫 那會產生一些電流的變化 妳就會覺得說好像是 會讓它的電量變多 但事實上因為電池這種東西 它有些金屬啊 或是裡面有一些那個 融機之類的東西 那你放到冰箱之後 你拿出來還會潮濕 那你潮濕的話 就容易會有一些露液啊 或是有一些這種 有毒物質的滲出這樣子 六個來賓裡面只有 我以前覺得是OK的 所以我說 小時候今天會害死妳 還請噴 那要的啦 那問一下 蛋放冰箱的時候 蛋尖要朝下還朝上 這一題其實之前網路有人在討論 那我為了不讓你們太複雜的選擇 我現在就問說 如果蛋尖朝下 請問是對的還錯的 來 對還是錯 請舉牌 蛋尖朝下是對的還是錯的 來 姿佑覺得是對的 可是你外面你去任何超市 如果它這樣是對的 它蛋就不會這樣放啊 多得頭頭吃 而且它買來一盒不是蛋尖都朝下嗎 朝上面 是嗎 是這樣的問題嗎 我們放在盒子裡面 你看 人家的蛋耶 我給你看我家的蛋 真的嗎 都長這樣啊 都長這樣子嗎 蛋 對啊 都蛋尖啊 對啊 你看 沒有啊 它是這樣置在上面 所以它是蛋尖下面啊 果果媽也覺得是 妳也是覺得蛋尖要朝下嗎 對 我是蛋尖朝下 妳覺得是可能為什麼 因為我有聽說它好像就是比較 那個頭比較大的地方 它好像有氣勢 所以那個蛋尖朝下的話 它好像就是可以空氣 就是可以保鮮 所以我買回來 不管是傳統市場買 或者是有那種盒子的 我都會全部拿出來 然後蛋尖朝下 一個一個兩百 那勳姐 妳也沒有蛋 妳也寫對喔 我是想像它是一個珍珠奶茶啦 是要把珍珠奶茶 妳這樣換過來這樣 有有有 妳知道她把她混了嗎 對 蛋黃跟蛋白 讓它融為一體 所以宇童妳覺得不用朝下 因為我就覺得它不是 買來就不是朝下 好 對啊 對 它如果要朝下 為什麼不買來就朝下 那種不是一開始 它就把它朝下 所以是蛋傷的問題對不對 對 天啊 我們請達人 正解釋 蛋尖朝下是正確的 你蒙對了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它上面就是燉的那一端 其實它有個氣勢啦 對啊 對 那如果說你這樣子放的時候 因為蛋黃會比較重是朝下 那它不會壓到它的氣勢 那它的空氣 本身它會做一些流動 所以會比較新鮮一點 但現在不管怎樣 有蛋吃都很感動 對 對 那新蛋跟舊蛋混在一起 對 那如果說 我怎麼知道哪個蛋是新的 你可以放在鹽水裡面去做測試 對 因為你的蛋如果放得比較久的話 它裡面其實它有水氣 那如果你蛋 你蛋放太久的話 它的水氣會散發掉 那取而代之是 你的蛋裡面空氣會比較多 所以它的氣勢會變比較大 你想告訴我 浮起來的事情 浮起來的就是 舊的蛋 浮起來是舊的蛋 對 因為氣勢變大了 好 所以答案是對的 所以全不對的噴 兩個年輕的 一直噴 蠟燭冰冰箱之後可以燒更久 不滴油嗎 有這件事嗎 Yes or No 來 圈插牌 請舉牌 這個我知道 蠟燭冰冰箱可以燒更久 然後不滴油 這是對的嗎 圈圈圈 這我超肯定 因為我之前去買那個 造型蛋糕的時候 店家有跟我說過 他說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你 他就跟我說蠟燭可以先放在冰箱 他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 就是樣子會跑掉 就是可以比較久 就燃燒的時候 對 可是你那個冰冰箱以後 那條棉線就 那條心就有水氣啊 你該不會 那會不會可以燒更久 沒有啊 你有水氣的話 你連點燒都點不著 好著啊 OK 好 只有一臉茫然 只有你是完全不知道 他是蒙的 他蒙的 不要問他 我覺得那個應該也是蒙的 他很熱心 菁姐也是蒙的 我就在蒙 對 都冰 專家 答案是正確的 用冰箱 而且最好是放冷凍 但是不是說叫你長期放 例如說我可能 要用之前可能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先冷凍 因為冷凍的原因 你說生日蛋糕那個蠟燭 對 蠟燭你冷凍之後 它那個密度跟質地會有一些變化 它變得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導熱 所以你在燒的時候 它是會在棉心的那個地方 周圍在燒 那蠟燭的邊緣的會燒比較慢 比較不會滴出來 就是有一種人喔 許願要許很久的 對 要講很久 他的蠟燭就要冰過對不對 對齁 不然我們就會吃到那個 那個蠟燭的蛋糕 對 沒錯 對 所以你們的邏輯 就是在蠟燭蛋糕 我的邏輯是拜拜的那個紅蠟燭 我就在想看蠟燭會怎麼樣 對 也是一樣 三明星要拜比較久啊 因為它表面不是 就降溫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中心總是 那個比較好燃燒 所以它油就不會外溢 對 它的形狀問題 燒中間 原來 它油就不會外溢 對 你說服我了耶 對 是這個意思 真的是這樣 好 懂啦 好 所以選不對的請噴 請問你們曾經在冰箱放什麼東西 令人超意外的 菁姐 我比較特別一點 我有放一包米 不是 就是風水 他說就是其實像冰箱 它有點像正財嘛 一個財庫 也沒有吃 我就是把它打開 然後就這樣台灣米 就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紅包現金 這個是一個 我那時候去內地拍戲 一個長輩 他了解一點風水 他就說給我一個紅包 然後叫我放冰箱裡 那反而我就給他放一塊 裡面是真的有 我一個朋友 裡面有多少錢我不知道 我一個朋友也是紅包 對啊 現金 他叫我放現金在裡面 我一個朋友現金放冰箱 後來他葬就被葬你去 我真的覺得 郭彥均是好鄰居耶 怎麼 他看你冰箱那麼多次 都沒有動手 我藏一下 怎麼可能讓他發現 這是什麼屁啊 我不知道裡面多少錢 五塊錢啊 五塊錢啊 我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就是 五塊賬也不少耶 對啊 寧可信其有嗎 我告訴你喔 他很有誠意喔 五塊錢連號喔 連號耶 真的假的 美人姐 當我拿到這包紅包 我從來沒有拿出來過 你是拿出來的第一個人 連號喔 當我拿到之後 我就把它怪怪的放到冰箱底下 用米蓋起來 不敢讓任何發現 這樣放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真的 十幾年有了 你下次都 下面要貼起來 不然過年軍區會打開耶 真的 你看大家自己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過年一定會去你 真的連號啊 連號啊 連號 他每次欠一個人 所以他是一張五塊的 不過他是連號的 但是長輩 我告訴你喔 這個不在於五塊還是五十塊 這在於新意 對 那個時候拿到這個紅包的 有我 然後還有周小涵 現在都還不錯 還有一個在內地非常 現在已經 原本是三線到二線到一線 叫砍青子的一個 現在在內地非常活的 我們三個人 同時都拿到這樣一包 這長輩的一個祝福 是 我的話呢 我是會放絲襪 因為我以前一開始 還沒穿 笑人家放牛仔褲 可是我們外 你是要除衝嗎 我會先放新 我都是先放新的 我以前那個時候 就是小時候穿那個絲襪 因為女生就那時候 就很粗魯啊 穿一下就很容易 一條一條會撕破 然後所以就有聽說 就大家就講說 什麼絲襪放到冰箱裡面 它那個纖維好像會改變 你就是在拉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會把它給拉破 所以我絲襪都會把它放在裡面 那結果真的不容易拉破嗎 真的不容易拉破啊 可以穿比較久 真的 而且我會放在假鍊帶 我不會放在那個稠稠的大袋子 那妳還放了什麼 妳還放了什麼 絲襪還有什麼 還有放那個書 是不打算唸了就對了 沒有 就是其實說很潮濕的書 然後發現已經有被蟲住的 妳就把那個書放進去 那個蟲會被凍死 蟲被凍死 對 就是那個蟲 那那個書不會沾上水氣嗎 也是沒有水氣問題啦 但是如果說那個蟲的問題 就是因為太陽曬的話 那個紫容易會捲會變形 對 所以如果說你的書上面 真的有蟲的話 你要消滅它 真的就是只能用冷凍死的 冷凍 對啊 把它冷凍 對 這比較厲害 不是 因為潮濕嘛 是有多久沒看的 而且你現在好多蛋白雞 要讀書了 直接像 這個境界 好 對 好 那你結尾嗎 我不知道什麼 那一邊 那一邊是講什麼 講冰箱 對 OK 對啊 又用得開心 是 最重要 都是可以放冷凍 但是呢 友情不要好不好 今天最大的收穫 是原來牛仔褲 真的可以放冰鮮 你的友情不錯 謝謝 拜拜 謝謝 來 我喝完了 謝謝 還有一點要嗎 還有一點嗎 我不能喝酒 下次來 我不想再看到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潑潑 就站在這裡 你不夠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囉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已經在寫著 請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